大家好,我是罗宾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美国当地时间每周三晚 十点黄金时段播出的一部美剧 刚播三集 每次观看人数和收视率都连压对手 这部剧被称为美国版聊灾的 美国恐怖故事第八季启示录 从2011年开播至今已是第八季 每一季基本都拿下两项爱美奖 提名更是两位数 你完全不必担心从头追 因为它每一季都是独立的故事 上一季的邪教口碑遭遇滑铁路 所以这次第八季决心力往狂澜 不仅有重磅人物香蕉姐 沙拉保罗生和兰姨杰西卡兰格的回归 还有和最经典的两季 第一季谋杀屋和第三季旅屋集会的年动 不同于以往取材于历史的真实事件和人物 第八季的启示录将故事设定在未来 2020年的某天 美国市民纷纷收到洲际导弹的预警 40分钟后导弹飞过天际 各大城市相继被移为平地 这一天印证了圣经中最后一卷 《启示录》的末世预言 一个叫合作社的神秘组织 不是农村合作社 早就为世界末日做好了准备 他们建立了可以躲避合战争和合颜东的庇护所 全世界一共有10处 但世界上有70亿人谁被选中住进基地呢 答案是基因好的人和非常有钱的人 一名刚考上大学的男孩被选中 有9个人被送到了三号基地 那里除了他们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第八季的故事就围绕了这些 关乎人类未来的幸存者展开 9个人中因为基因优秀而被选中的善男善女 提莫西和艾美丽 他俩就像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 一位富婆加三个蹭票组合 发誓要成为网红的波拉富婆科科 他有四张票 科科加票分别给了他的理发师加伦特 助理马洛里 以及加伦特的过气明星奶奶艾薇 这几个人最不省心 富婆表里表气 人肤浅但身份长很深 加伦特是个gain 艾薇活在过去又知识之力 只有马洛里普普通通 后期身份高能 还有三个不起眼的人 黑人脱口秀明星戴纳史蒂芬和两个蓝童 史蒂文和史图 戴纳史蒂芬典雅单装 后期身份很重要 两个蓝童亲亲我我 管这九个人的是基地的老大 维纳布尔和他的护法米德 老大高冷无情 米德下手很毒阴险 两位都是系列的灵魂人物 他俩的角色基本每次都撑到最后 不要以为到了基地就能平安无事 作为一部恐怖剧 肯定是要搞事情 一想到要搞事情就有点小兴奋 在基地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从穿着的衣服可以看出 紫色代表精英阶层 比如被选中的人和买票的人 灰色代表劳动阶层 比如撑票来的李助理马洛里 管理层则深着黑色 他们制定规则 甚至掌控生死大权 除了等级明确 分工鲜明 日常规定也异常严格 比如为了防止受辐射严禁外出 但还有一些折磨人的规定 比如未经授权不得作爱 我对这条表示强烈不满 对于违反规定的 轻则鞭打小屁屁 重的会人头落地 第一集就有人挂了 然后还有人被煮成了人肉汤 是谁又因为什么 我就不剧透了 前三集每一集 至少有一个人领便当 第三集更是惊呆观众 当你以为这只是一个 反乌托邦密使故事的时候 好戏才刚刚开始 从第二集开始才渐入家境 邪气侧入 这股邪气 原因故事暗示了许多圣经中的典故 蛇和苹果是最重要的两个象征 基地之外满是辐射 生物死的死 变异的变异 而在封闭的基地里 竟凭空出现了黑蛇 厨子把这些蛇 做成了一道难得的荤菜 随料打开菜盘 被煮熟的蛇尽死而复生 满桌子乱爬 果然末日后天下大乱 异象平线 在圣经中魔鬼撒旦 化为蛇 诱导亚当和夏娃 偷吃伊甸园的禁果 而在三号基地 作为亚当和夏娃的提莫西 和艾美利也受到了捕获 偷藏禁果 他们发现一台 可以工作的苹果电脑 logo是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意味明显 发现禁止新交 只不过是老大私自制定的禁忌 而非合作社的规定 于是助趴之 而后果也会很严重 到了第三集 副标题为禁果 合作社直接寄来了一箱苹果 再加上基地老大给苹果上读的吸粉 这简直就是撒旦故技从事 黑蛇出现前 提莫西在预示镜子上看到了 出现几秒就消失的666 同时听到了一个低沉沙哑的女生 对他喊 当心 这个666绝非我们平时聊天的 2加4 3乘2 7减1 也不是要你双击 在圣经中 666是野兽的数目 后来成为代表魔鬼和撒旦的数字 黑蛇的出现和666的符号 都暗示魔鬼的到来 这个魔鬼就是来自合作社编号为666的迈克尔兰 这个人不简单 他将是这一季的核心角色之一 来到基地 他就放话 其他基地已被攻陷 现在只有我们建立的圣殿是安全的 谁能从基地转移到圣地 需要他来选 我认为这个圣殿其实是个幌子 他真正的目的是筛选和激发人的邪恶 然后和魔鬼撒旦建立新的王国 剧中多次暗示兰登就是魔王撒旦的孩子 还有兰登鲁坐在五角星中呼喊父亲的镜头 看到兰登的名字 许多同学都知道他不是人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鬼童 谋杀屋中标志性的人物黑胶人也突然出场 上来就和快音饰演的Gate兰里发师上演SM大战 这一季中黑胶人到底是谁还没有答案 但有趣的是第一季中的黑胶人就是由快音饰演的角色假扮 黑胶人和快音证明了一个道理 如果你速度足够快就可以穿越时空和自己啪啪啪 关于和第三季的联动我就猜到基地中肯定有女巫 但没想到的是女巫竟然不止一个 第八季中香蕉姐继续饰演新季的超级女巫克里迪亚 加上她饰演的基地老大和宁媒 香蕉姐在本季将一人分饰三角 女巫集会可以说是美国恐怖故事系列人区最高的一季 第八季中这个香艳的女巫天团将悉数回归 我认为女巫将会是人类战胜魔鬼的关键 也是众多粉丝回来追剧的关键 而从第八季的苹果禁忌来看 这一季对应的应该是色域 目前第八季中 合战魔鬼生化人女巫变异人 轮番上阵可谓群魔乱舞异常精彩 而且一级比一级好看 第三级简直要炸 帅气的女巫正式登场 而且暴露在充满辐射的环境里 女巫们竟然完全不用任何防护 简直屌炸天 第四集马上迎来了女巫和魔鬼的较量 到底是谁引发了核战 魔王撒旦是谁 谁是黑胶人 末日之后人类的未来又将会怎样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这期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期视频 请在下方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